各位好,我是蓝牧群层,我们来到群层结束 那我们继续到宋盛街霸说快曲 有一批30年的打法,30年前的打法,两瓶雷电 对,你没看错,就是那个雷电 宠住江湖的雷电,这把非常的好看,相当的好看 好看在那里,我们一一给大家解说 然后对方,专攻对方的中午饭 来了,雷电相当的坏,相当的狗屎 宁肯输,也要勾对方的狗屎 相当的坏啊,你看,跳过来,要下插 要插他的狗屎牙,要勾分打法 好,来了,那样勾分 非常的坏,相当的高血 好,一批也是被勾得有点新化怒放 上勾了就里 好,反边,对方打高点 然后落地,我三个狗屎牙 好,弹起来,打晕了 1,2,3,4,5 里不特来,没有特来 不可想 好,你看,相当的坏 哈哈哈哈,来了 黄胆水淋不出来 好,雪猫腿 最后一下,谁说没有枪头,就汤姆巴斯了你 可以,这把让雷链撞到了,撞到了 相当的高尸 我先看了一下,我说雷链不止于被捏吧 原来他是藏了一招,你看 哈哈哈哈 好,对方要相杀 你可以相杀,也要勾分 勾分,勾分打法 好,来,落地 好,缓头 对方前来 没办法 这个叫苦肉计 然后选出来,升龙 漂亮 对方也是不缓不让 也是不缓不让 也是不缓不让 相当的可笑 好,选中雪猫腿 对方推出版面,预警过 我们在确散处的里 再带两人一九 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雷链 他真的是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 你看,这个打法完全不一样 他就是搞对方的形态 但是呢,要付出 惨重的代价 贝尼为代价 你看,又勾到了 对方要发波,必贝尼 好,挑拨,进来 跟上 好,雷链太坏了 太坏了,这个距离没算准 好,换出勾起来 好,不能出招 出招必贝神龙 好,亮皮 雷链的形态有点崩啊,对吧 这个距离没算准 45度勾固定的安排 好了,不来了 备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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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第三阶 第三阶 相当有意思 好,来了 换血打法 勾一下 对方有重拳压 这叫大康 可以的 好,逆风 打个头针 好,够 来,够 出不来 形态有点炸 形态有点炸 相当的搞事了 好,就进锅 没办法 对方身位领先 出招也领先 他起身被压 那这把没办法 好,继续 推出半边 卡弓 漂亮 对方 你就是我 杜契尔 来 杜契尔治疗大法 哇 治好了对方的便秘 狗 老总应给你整整麦 学死整麦 就是一招 哎呦 这招能不能治了对手 还真不一定 这把的机会不多 找准机会 找对方 最不设法的地方 勾下去 我 现在比到外面 退无可退 葵花失败 起 好 粪餐掉了 吃饭的家伙掉了 粪餐掉了 看你还如何整麦 哎 起回来了 哦 漂亮啊 抓住对方一个 很大的漏洞 一个旋风腿 打身后 牺牲直接升龙 看一下第四局 嗯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别有一番风味 你看他就一招 就一招打你 好 轻松队 神躲 主招就要拈 好 杀 来了 两招 情终结合 对方披风一个 披风了 呃 國基先生 先手抓 好 挑中队压 心跳 压了半边 对血 想杀 想杀策略 然后想骗抓 好 神魂了一些 好 中队大运 再见 一二三 哎 哎 他出了一个重手 出了一个重手的话 基本上就再见了 硬直太长了 好 第二招 推手半边 他也不投你 就是够你 你看 对方还没看出来 还没看出来 你问对方是要搞什么心态 其实不是 他就是要用一刀仙 大家知道一刀仙 知道一刀仙的故事 就是那刀 哈哈哈哈 两把都来 利伯特兰 心态爆炸 心态有点炸啊 哇 利伯特兰 来了 头上一下 哇 打 哎 还有一下 哎 相当的爽怪 把对方勾出神经兵来了 好 神经兵已经勾出来了 好 一招先 哎 对方中手康特票 终于找到对策了 不在 不发波了 还是要发波 要捏 要捏 再来一下 哇 打晕了 一 二 不背你 那天是真的坏 真的坏 你看 不背捏 你要勾 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也 哈哈哈哈 勾出幻觉了 这种 这个勾骨定理 吃的死死的 就是直角 平脚捏 平脚捏 好了 半边 鱼心锅 勾一下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哈哈哈哈 来了 哎 啊 戳一下 戳一下 就走 再刺激 打云 1 2 3 4 5 6 7 好 双云 1 2 3 4 5 6 7 好 双云 1 2 3 4 5 刀流 想玩 太搞笑了 对吧 招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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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是要勾 你看 勾的代价 完了 哎 呃 先手跑哪去了 为什么要漏招 啊 尹恨 于锦国 大家喜欢圈锦说 今天的观众 大家收看 下期再会